目前小雪台风还是个中度台风 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仍是250公里 不过从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 它的移动速度就比较缓慢一些了 然后在今天早上六点的时候 已经来到欧卵比东方大约310公里的海面上 我们预估未来它还是以回到原来我们预估的方向 因为虽然过去我们可以发觉它有些不规则的运动 但我们预估未来还是会以偏西北西 再转偏洩方向靠近我们 我们也预估它七级风暴风半径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东南方的陆地 然后目前我们所发布的海上警报区域 依旧是台湾东北部海面 东南部海面 巴士海峡 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 陆上警报区域则是以来以南的区域 南投以及苗栗以南的区域 至于在未来的方向上 我们看一下路径前世预报 前世预报显示 我们预估它将在今天到明天 一样是以通过台湾东南端陆地 到巴士海峡这方向会接触经过我们 然后从今天白天一直到星期五是接近我们的时候 而今天明天也就星期三星期四两天 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长浪情形 从昨天开始就有长浪现象 也预估今天在马祖 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沿海 以及恒春半岛还是会有长浪的情形 目前长浪也已经观测到三到四米的浪高 至于星期四星期五开始 所以台风向西移动 除了东半部沿海 巴士海峡以外 甚至连我们中南部的沿海 和澎湖金门可能都有长浪的状况 那么至于在风浪的情形呢 目前在我们的北部海面 东半部沿海 还有包括巴士海峡 也观测到五米左右的浪高 其他各海面也有三米左右的浪高 所以台风在持续靠近 各海面一样是有强风 而且浪一样有三到四米 尤其在台风中心比较靠近的地方 像东南部海面 包括绿岛 蓝宇 以及恒春半岛 会有七米以上的浪高 再来我们就来看看风的观测咯 我们从风的观测上 可以看到从过去到现在 比较强的风是出现在蓝宇 十一级的强阵风 再来就是澎湖九级的强阵风 另外可以看到花莲台东 桃园也有八级的强阵风 至于之后呢 我们看下一段的预测 从今天早上六点到中午十二点这段时间 随着台风靠近 我们可以看到在下一段的预测资料上 蓝宇的风它会增强到 阵风十一到十二级 澎湖会增强到十到十一级 当然大家会问澎湖为什么这么强的风 主要是台风万万环流 加上我们地形的关系 所以在这边不止澎湖 时间白天开始 在整个海峡以及西部的沿海 强阵风都会明显的开始起来 那我们还是回到今天早上六点到中午十二点的风力 除了我们刚刚讲这两个地方风力最强达到警戒的程度以外 桃园以南到云林 以及台东 恒川半岛 还有马祖 我们的阵风 预估阵风都会到达八到九级的强阵风 在之后 今天中午到今天傍晚六点这段时间 所预估的风力 也可以看到好台风中心 它只将通过的绿道蓝雨的风力最强 它会增强到平均风十三到十四级 最大阵风是十六到十七级 那另外咧 我们也看到离它比较接近的台东恒春 它的平均风力会增强到七到八级 最大阵风也有到十到十一级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说西半部沿海的南边 就是嘉义以南的区域 平均阵风 它的最大阵风也会增强到八到九级 包括花莲也是这样的情况 再来咯 今天傍晚到深夜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再来的风力 风力都是维持这样的等级 所以要提醒大家 其实气象局现在还是发布路上强风特报 提醒在这边都会有比较强的阵风 尤其沿海也会像西部沿海啊 还有澎湖金门马祖 甚至花东地区还是会有九到十一级的强阵风 所以台风靠近 我们也预估在台东 绿岛兰域 恒春还会有更十二级以上的强阵风 这是风的情况 至于在降雨的情形 我们来看一下雷达回坡的资料 从雷达回坡上 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小选台风 台风眼的中心在这边 台风眼在这个位置 因为它的移动速度比较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 它的环流还是降雨 还是影响以北部东北部为主 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 北部东北部大概是以 每小时十几毫米到三十毫米的雨在下 我们也预估北部东北部今天的雨持续下 至于东半部地区的其他地方呢 随着台风靠近 我们预估花莲那区其实 花莲渐渐下雨 尤其是下午以后 然后再晚点台东 甚至今天深夜到明天的南部地区 这些雨都去雪出现了 那至于未来的降雨形态呢 我们来看一下定量降雨预报 就定量降雨预报来说 这是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 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 明天早上八点到明天晚上八点 也是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降雨的雨形很像 刚刚已经大致讲过每个地方降雨的形态了 然后我们预估首当其冲 东半部和恒川半岛 依旧是雨势最大降雨时间长 那目前我们发布了豪雨特报 提醒大家今天早上 从早上开始啊 今天一整天 在宜兰 基隆 还有新北地区 以及台北山区 桃园山区 可能会出现大雨 其中在宜兰和新北的山区 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那么随着我们说下午晚上 花东地区开始下雨以后 我们也预估下午晚上 尤其是晚上开始到明天 花东地区包括绿岛南域 以及恒川半岛 也可能出现大雨或是局部性的豪雨 最后提醒大家 今天明天两天 是小群台不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海面上风浪明显增大 沿海也有强震风和长浪的情形 一样提醒大家 这两天最好不要从海面上作业或活动 那么随着台风靠近 我们沿海的风力明显的已经增强起来 而且每个地方下雨的形态不同 再加上过去 台风已经在东南部山区 南部山区造成灾害 在这种雨还要持续下的情况之下 也提醒大家 在那些地方 可能大家要特别小心 最好前往也不要去那边 去做任何的活动 最后再提醒 现在是大潮的时间 花莲以南的沿海空旷地区 尤其低洼地区 还有西南部的低洼地区要小心 可能会有海水倒挂 或积淹水这些危险 以上是这节的最新台风动态说明